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不經不覺有一年,每年遊戲迷最期待的版獎電禮 The Game Awards 亦都在昨天正式舉行了 不如就在今集節目中,我跟大家看看得獎名單 亦都在今次跟大家講講昨天版獎電禮發布的新消息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星期三給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八卦發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和大家看看星期的遊戲界資訊及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好,馬上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每年一代的The Game Awards 終於在昨天圓滿結束 大家愈來愈多留意這個獎項或頒獎典禮 除了之前講到大家會看看它有甚麼遊戲得獎之外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疫情之後 其實有不同的展覽雖然是慢慢復償 但已經有不少廠商習慣在網上大型節目中公開新作的資訊 而The Game Awards 亦都成為其中一個大家公開新作的平台 所以今集節目先跟大家先看看不同的獎項得獎名單 再帶大家看看不同的新作重點消息 近年有不少的遊戲 除了遊戲性之外 作品的劇情或過場演繹亦都成為其中一個重點 今次的遊戲最佳導演就是由Alan Weeks 2 所得到 同一時間亦都包含了最佳敘事 以及最佳美術指導 有人認為Alan Weeks 2 只是一個相對小中一點的遊戲 但遊戲的演繹及鋪排上都可以跟絕大部份現在的電影 甚至乎就是知名的影集可以匹敵 有絕電影級的過場及故事鋪排 這些都可能是今次他們得獎的主要原因 最佳遊戲配合方面 這個獎項之前很多時候都會頒給一些史詩級的巨型 AAA 作品 如果有絕不同的交響樂團幫手配合的話 這個級數當然有分家 今年最佳配合的獎項就由FF16 所得到 雖然FF16 起不少老玩家眼中好像有點走樣 同一時間亦都未能夠成功打開新一代的市場 但在遊戲中每次出現巨型的支援修時 那種氣勢磅磅的配合 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他拿這個獎項吧? 今年年初時有一部遊戲被一眾的玩家或遊戲媒體評為黑馬 由知名開發商Tangle Workshop 開發 Refesta 發行 遊戲剛剛推出時沒有好大的宣傳 甚至是一公開時就立即發售 當時有不少人都以為這個遊戲肯定是氣象 誰不知推出後得到壓倒性的好評 日文配音方面亦都請來了非常多知名的星優助陣 他將節奏遊戲配合動作遊戲 融合成為今次的作品Hi-Fi Rush 作為今年其中一部最多玩家喜歡的節奏動作遊戲 他亦都得到今年的最佳音效設計獎 當電玩遊戲慢慢成為大家不同玩家的必需品 遊戲都變得越來越大眾的時候 世界上其實不是每一個人都好像我們那麼幸福 所以近年遊戲亦都加了很多輔助系統和功能 當然這些輔助系統又不一定要你閉手閉腳才能幫到你 怎樣令你作為一個新手快速上手 又或者很簡單地跟老手對決 都是輔助功能創新這個獎項評價的條件之一 而今年得到這個獎項的就是Forcer Motor Sport 如果你對賽車遊戲有興趣但同一時間又是苦手的話都可以試試 有些遊戲是由不同的元素或文化啟發而成 就例如今次拿到最具衝擊性遊戲獎的Cheer 遊戲就受到新客利多利亞啟發 帶大家去到太平洋群島為南本的世界進行冒險 遊戲中大家還可以跟不同的動物進行互動 將靈魂附身在不同的動物或物種上 一邊冒險一邊探索著這個充滿著太平洋風情的原始島嶼 如果你都喜歡這類遊戲可以試試 最佳持續遊戲 有人認為應該頒給持續更新的作品 亦都有人認為應該將這個獎頒頒給一些貧臨死亡但救的作品 而今年的最佳持續遊戲營運獎項 就辦了被憑DLC令到一眾玩家改觀的SB2077 值得一提今年最佳網路創作者的獎項亦都由鐵鼠IMO所得到 今次亦是史上第一次由VTuber得到這個獎項 講完一大堆不同的作品 不如又針對著不同的遊戲類型的獎項講一講 其實今次的獎項大家基本上見到提名都大約猜到是哪部作品 例如最佳動作遊戲就由Armarcore得到 而最佳動作冒險遊戲就由任天堂Fans 由年頭玩到年尾的沙爾大傳說王國之類得到 最佳格鬥遊戲方面就由街霸錄得到 最佳家庭遊戲當然就由超級瑪利歐驚奇奪得 最佳模擬及策略遊戲就由皮克敏4 最佳運動遊戲就由科森Motorsport 最佳改編劇集就由早前真人版推出後 哪怕是艾莉外表大家一看下去非常抗拒 看完他的演出後大家都會愛上最後新玩者真人版奪得 正德大獎為何不講呢 等等 因為拍德之門一口氣獲了很多不同的獎項 包括著玩家之星 即是玩家票選得到最高票數的獎項 最佳角色扮演的獎項 最佳多人遊戲 最佳社群支援 還有大家最喜歡的阿斯大倫 他亦得到最佳演出獎項 而練到遊戲大獎我想我都不用講 大家都猜到 沒錯就是拍德之門3 順帶一提拍德之門3的Xbox版 亦即將會推出 好,講完獎項方面 又帶大家看看今次頒獎典禮有什麼爆炸性的新消息 今次公布的新消息中 相信有不少都會令到一些有一定年紀的玩家相當興奮 首先就由前StarCraft製作總監和War 3 韓兵霸權 共同創立工作室有新作 Storm Gate 又全新的宣傳影片 今次這隻作品就會著重簡單的輸入 更加容易給大家上手 令到今時今日就算你是戰略新手都可以輕鬆駕馭 在新的影片中更加有上戲的演員劉思慕演出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他 曾經被不少玩家Termar的No Man's Sky 工作室長久後 終於返回玩家的信心 同一時間亦都公開了全新的遊戲作品 Night of No Fire 這部遊戲就是一部多人的合作開放世界遊戲 今次終於是一隻真正的年紀遊戲 他們還自稱今次這部作品是真正開放世界遊戲 到底有多開放,就要遊戲真的出來才知道 舊IP新作品方面,首先有Brothers are Tales of Two Sons 重製版 玩家需要以一人之力控制兩個角色同一時間去應付不同的冒險 10年前推出就非常受歡迎 不知今次重製版推出可否有一樣驚喜 Exodius 是一部大型的太空動作冒險遊戲 以第三身角度去展開全新的冒險 再加上Sci-Fi 元素及大量影星支援 影片推出後十多個小時已經有十多萬view 相信這部作品未來都很有機會是大家留意的大作 聖劍傳說亦都有新作,今次作品還會回歸原點 有不少網友終於忍不住走出來玩 Squarenix 終於開始記得怎樣做遊戲 遊戲下年後都可以玩 暫時大家可以看預告等人 戰神和FF16都有新的DLC 但要講吸引力,DLC一定是差點 FF要看的話不如看FF7的全新預告 上一集大家玩完後就說 覺得故事可能有轉機 但今次看完預告,幻想可能會破滅 要死的始終都要死 留你一條命可能是想用另一個方法虐待你多次 Sega 方面亦都有一系列全新的消息 之前我們就以為他們所知的活化舊IP 是說之前收皮的手機遊戲 但原來他是用不同的舊IP開發全新的作品 包括格鬥Simon 組、忍、戰斧、Jazzip Radio 還有就是WELCOME BACK TO CRAZY TAXI 以全新現代的方法推出新作 老玩家應該會非常興奮 另外有新作的還有掛著MARVEL LOGO的另一部遊戲作品 今次他就是由開發過Deathloop公司開發出來的全新遊戲 Blaid 刀鋒戰士 一個吸血鬼獵人的故事 到底他可否打破漫畫那篇作品就一定不算好玩 而今次活動中最多人討論的兩部作品 我自己眼見當然就是由小刀工作室推出的全新作品新影片 這部作品亦有很多人相信 就是他們之前與Xbox達成共識合作的作品 今次作品亦都請來了逃出絕命陣的導演 Jordan Peele 合作 暫時玩甚麼就未知 不過大家都知道小刀手夫的遊戲一天不出來都不知道他玩甚麼 2025 年除了有GTA之外 更加有Mon Hunt 的新作 Wild 一直以來很多玩家都會把Mon Hunt 分為兩個大系列 分別是 World 的走向和 Rise 又或者是以前大家叫 Cross 的走向 今次影片新遊戲就貌似是 World 的方向 而且作品亦都加入 Rise 的座棋系統 今次的座棋更加可以在天上滑牆 遊戲Trailer 中有 PS5 Logo, XSX 和 XSX Logo 還有 PC Logo 但會否同步出就未知 今次活動中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消息 我只是整算了香港觀眾可能會有興趣多些新聞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 我就建議你看當日的節目 不知道今次的獎項中有沒有你的心水 又或者是你想玩但未買的遊戲 很多時候這些頒獎位前後 很多得獎的作品都會有特價 如果你有興趣都可以留意一下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今次是一直以來支持的每位會員 因為有大家支持才令我有更多資源去發展我的節目 如果在這裡中間的節目的話就記得加入會員 每個月都是25元起 今次大家幫忙令節目可以有更加好發揮和更加自有講義空間 如果你在網上見到什麼有趣的新聞都是PM我 我是喜智閣 我們下集節目再見 拜拜